你 冬岚 你一边吃 一边听 先生 怎么了 我的戒指呢 戒指 戒指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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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屋里面也没有 好 好 我再找找 再找找 你没找到了吗 怎么会没有了呢 再仔细看看 说不定在缝里 我们先生两袖清风 已经都给了学校和学生 我们以前交取费 他为了给学校募资 拆到一命 取给了捐资人 师母心腾先生 当掉了所有资源 住学生办学 现在学校没了 老师们走散了 师母也在路上离世了 这个金戒指 是师母留给先生的 唯一的念想 你要是拿走了 你做好自己拿出来 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呢你 小薰 我揍你哦 你干吗这么跟事情说话 找到了 是不是这个 怎么在水桶里啊 是不是很累啊 孩子 谢谢 你刚说什么呢 我偷了吗 没事了啊 找到了 没事了 陆来 我相信你 不会是爱好人的 看来他们救了我们 小薰我不计较了 没事了啊 还想着呢 孩子们都睡了 这多搭几双草鞋 明天买些钱 赚些路配咱们好上路 我们帮你一块儿做 人多 力量大 好 那你们就试着 学一学 好 好 这一根稻草啊 很不结实 但是这三根稻草 拧起来 它就是一股生物 很结实 然后 像编辫子一样 然后 像编辫子一样 它编起来 这行长路啊 不能穿皮鞋 哪怕是穿合了角子 也会抹起皮 起水泡 布鞋也不够好 反倒是这草鞋 能抓地 走起来轻快 天冷也不怕 穿上粗袜子 又能保护脚趾头 又能预寒 这当地的草鞋啊 质量差 十双卖不出一个地瓜价 咱们打的这个草鞋 耐磨 七双就能买个地瓜了 好 东莱这手还真是巧啊 以后靠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了 那当然了 以前我妈就说我手巧 做啥想啥 傅先生 你还签我一个评书为奖呢 评书啊 等下次单独的时候我跟你讲 播给他们听 好 海棠 我有个东西给你 我给你